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你听我说 孙玥 什么 你怎么 你从来不来我这屋里你 来来来 你吃这个 二哥 你说大哥的枪 为什么会在花红手里 他们真是大哥派来的吗 大哥为什么不亲自来 三妹你的意思是 你要把他们都宰了 好 只要你这么想 我现在我就去我把他们全宰了 二哥 我想过了 咱们现在不能杀了他们 他们是帮过我们 但咱们也得问个清楚 马老六 让我们见二当家三当家的 把他们拿上 好啊 二当家的和三当家的你见不上了 不过呢 你们可以见另一个人 谁 严王爷 这二当家的三当家的心思收着 今天 我替他们要一遍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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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海 铁算盘 你要是不想被飞山豹给灭了 赶紧放了我们 二当家三当家的 我真是来救通俄债的 如果十五天之兵 灭不了飞山豹 你们大当家的兵就没了 把他们带出去 十五天 是真的 对 沈家门说的 如果十五天之内不灭了飞山豹 就会把陈三炮的人头挂在神门上 十五天灭了 这怎么可能啊十五天 是 蓝令 你有什么主意 用不着你 我自己有主意 十五天灭了飞山豹 沈家门给的最后期限啊 我们凭什么凭沈家门的呀 他沈呀 我们应该派人去灭了沈家门哪 对 灭了沈家门是正事 二哥 现在不是什么灭不灭沈家门的事 是该救大哥呀 他跟咱们不共戴天是仇人哪 二郎家的意思 无灭飞山豹要杀沈家门 我们山人的事用不着你管 我也不想管 可你们能走得出老虎口吗 老虎口已经被飞山豹给占了 你们就像是被人卡了脖子 想要喘口气都得让人松松手 就这样不用沈家门 光一个飞山豹 就能像拍仓一样把你给拍死 没错 二郎家的你们好好想一想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你和沈家门的意愿 而是当前的危机 如果不抓紧想办法的话 明天一大早飞山豹缓过神了 又重新攻打的洞窄 到那个时候 洞窄可真就好 明天一早就要被灭了 连命都绑住了 还说什么杀沈家门 我该说的话说完了 信不信有你们 动手吧 我信 我也信 你看啊现在山上呢是飞山豹 山下是沈家门 哪个都不让人省心 其实情况你们也看见了 要不是你们从背后干了飞山豹一家伙 真够闻一强 所以十五天必须灭了飞山豹 一能救你们大当家的 二能给铜锣寨解了围 十五天灭飞山豹怎么可能啊 我们不让他给断了就算不错 难道二当家的就真愿意看着 大当家的被沈家门杀了吗 不 我们绝不能让大当家的杀了 消灭飞山豹 对 消灭飞山豹救出大当家 消灭飞山豹救出大当家 你们是要说要什么 你怎么说话的事 打肯定要打 我们没打赢啊 要打赢的话能上今天这样吗 被人沈家门关的门里就挨揍 我说你们还年轻 没打过多次上 不知道打仗的凶险 我们再商量商量 商量商量 再商量老大都没病了 那也不能把全山寨的兄弟们命都打上了 你们不打 我打 二哥 老六 你们不打 我带本部人马 还有大哥的人马 我们打 只要同洛寨能过这个坎 只要能救出大哥 我奶奶我拼了 还要是任意跟围棋 围棋打 我没说不打呀 我也想救出大当家 既然大家都同意打 打 可怎么打 你有主意吗 二哥 二哥 花红是拿着大哥的枪来的 见天如见人 我认为就要花红 但是当同洛寨这个家 但是当同洛寨这个家 我认为就要花红 花红怎么打 听你的 我又没打过招 花红 你觉得该怎么打 他懂什么呀 老他玩枪的时候 他还穿着免弄 过活泥玩呢 老六 不过老六这话操啊 但理无从 你是一生一人 你懂打仗吗 万一有个什么 那可是山上 一百多兄弟的命啊 你说得分没有 这要是没有马龙和花红 咱们也没命了 听他们的吧 我看这些铜锣寨 铜墙铁壁占经地势 竟可以攻 退可以守 如果谋划得当的话 打一个飞山豹 应该不是男士 你懂兵凡 说不上懂 略知一二吗 你不是生意吗 你不是生源 你是个军人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只要你能说出一个道道 该怎么打 你说了算 不过生意 来 我一定会把他打草 好 来 你 你 看来 我 乖 他 我 这是铜锣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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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锣寨 湖上肯定过不去 这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你说说 怎么的 铜锣寨一手难攻 是铜锣寨的烟壶要刀 现如今却落在了非常大手里 地理尽事 这张要刀 你真得好好做 你真得好好做 我说都没错吧 你倒说该怎么打呀 这个飞山豹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什么样的人 那酒鱼混蛋哪 好吃 好喝 爱钱 好女人 他就为了一个女人才上山落的头 不过打仗都是有两下的 爱钱的呀 只要他打了胜仗 你夸他两句 他就找不着北了 对 这么说来 他是一个自大自负 目光短浅 一心想着扩张 却还有点想法的人 哎哎 你看你看 这次这小子突然袭击 嗯 就是看上咱们三妹了 要娶三妹当压寨夫人 他想娶三当家的 那 那还不想吃天安肉吗 那咱们干脆就 嫁了 哎哎呐他 还以为后边有援军呢 就几个毛贼 坏了老子的大事 大哥 那是一兵之计呀 大哥 大哥 我看这是好事 好个屁呀 要不是你们一个个 一神一鬼的 老子早就最带将军 还有化妆了呢 大哥 这你就不对 今天的一兵之计 说明了什么 啊 说明了他们同身 没有味道 啊 他们就是我们 满眼的菜 咱们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 对 明天 我就去打头肾 大哥 你头 来世亲生 你都赏了呗 哟 哟 你来着呢 你还想跟老子一天 动放化毒啊 哟啊 大当家了 大当家了 各位当家呢 什么事儿 好事儿 统锅山来人了 统锅山来人说 愿意听从大当家的指挥 还有 他们愿意把他们三当家的 湘雪海 敬献给大当家的 只求我们不要赶尽杀绝 好 你个切散吧 啊 他们人呢 就在外面候着呢 叫他们进来 是 给我带进来 快点 大门要的 跪下 跪下 见我大哥 为什么不跪下 他奶奶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我马龙上跪天地下国府 为义而来 我来是奉我二当家之命 来和大当家结盟的 为什么 不跪就得死 大当家的 你们确实打败了我 我来呢 也的确是想求您手下留情 放我统锅山兄弟一条生物 不过 我可听说两军交战不杀来世 大当家的横行江湖 难道真要杀了 投奔您的好汉吗 你若是杀了我 以后谁还敢投奔您大当家的 啊 好小子啊 你叫马龙 是 你在铜锣山是个什么才是 区区泡桃 泡桃 奶奶的 今天在后边暗算我的就是你啊 哎 当家的 还请息怒 各位齐主也是没办法 还请原谅 好 大龙 你是想和你 说 你们当家的 让你来干什么 我们愿意臣服大当家的 只要大当家的 放我们铜锣山兄弟一条生物 我们几个当家的也商量了一下 愿意年年进贡碎碎纳苗 还有 我们三当家的 请大当家的宁愿 稍安勿躁 只要大当家的退兵 他愿意三天之后 嫁给你 我真 我真 好 还请大当家的 好啊 来算这个钱算盘 是想啊 行 那就这样了 以后 你们铜锣山 就是我们降谷山的一个大队 有老子召召你们 告诉你们当家的 三天以后 我准备好洞袍 迎娶压载夫人 好 慢点 大哥 我怎么觉得有点蹊跷 大哥 这事儿在嘲咋嘲咋 嘲咋个屁呀 只要铜锣山在老子城里 老子站在老虎口 随时可以打回去 好 老虎口 老虎口 慢点 马龙 我心里是一条好汉 你就别回去了 跟我回香谷山 事情完了以后 我给你一个 事凉八住的当当 大当家的是不信我 拿我做什么事 聪明 行了 你们几个回去 告诉你们当家的 三天以后 我如果见不到香雪海 马炮头的脑袋 我会给你们送过去 还有 送去的队伍 一定不许带枪 香雪海的两条蛇 也不许跟着 只许带丫鬟 大哥 弟兄们那些女人 咋的 急什么 这香雪海 加上两条蛇 这三只母老 这三只母老 可能斗我一头狮子 我可不想被他 被他三条蛇给咬了 好 恭敬不如存力 好 没事 大当家的稀罕我 我就陪他回香谷山 你先回去 那你小心 走 那那的 飞山豹把马龙给扣下了 这太不像江湖斗意了吧 这可怎么办呢 是啊 怎么办 他们退兵了没有 我们的探子私下看了 飞山豹退兵了 可是啊 在老虎口 还留了几十人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马龙虽然被扣了 好在他已经部署好了 就按他部署的办 后天 准时送亲 里面的事情 我们商量着来 外面的事 由二当家全权指挥 大家一定要起心 这可不是哪个人的事 失败了 整个铜锣山就完了 还有 这三天一定要严密港哨 以防他们偷袭 夫人真是女中豪杰啊 怎么又是个酿酒的呢 好了 散了吧 早点休息 养肌虚睿 好 娘 娘 怎么了 没什么 睡不着 你快点睡觉 我来看看你 心很乱吧 后天你要给飞山报 当新娘子了 我可不怕这个 大不了就是个死 我的命是大哥救的 不然当年就死了 这些年 算多活了 这个是塞华佗给我的 知道是什么吗 毒药 没错 这是断肠草炮制的 只要吞下去 半个时辰 就会毒发生亡 你不会死的 我会陪你嫁过去 当你的陪嫁丫头 你不怕 怕 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不怕 你不能去 我不能让大哥的女人死 很可笑吧 你抢走我心爱的男人 我还担心你 所以如果你死了 大哥也会死 他将受过 所以 我不能让你去 是否对不住 是我对不住的吗 没是否对不住的 是大哥不忠于我 要是他忠于我 谁也抢不走 谁也抢不走 我只是 我只是羡慕你 也嫉妒你 阿虹 嫂子 嫂子 我今天叫你一声嫂子 就认了 认了你这个嫂子 你认了我自己的命 好妹妹 好妹妹 不料了 马大哥 铜锣山要是没了 咱们兄弟在江湖上 就再没立足之地了 所以现在都是 动心眼卖柳子的时候 明白吗 明白 老天这一仗 一定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 你把我的话传下去 传给咱们自己的兄弟 到时候如果有谁敢偷奸耍花 趴死溜边 砍他脑袋 你可贫光我们自己的兄弟 也要干翻飞山炮 通老寨是水 咱们是鱼 水要是干了 鱼一条都活不了 我大哥活着的时候 你就跟我在一起 这个山寨 只有咱们哥俩最亲 这被同行救了 喝了你 马龙被扣了 外壳的队伍又二哥带 行吗 为什么不行 二哥一直想当大当家 上次大哥受伤 你不是还提醒我们注意吗 怎么现在这么相信他 这次铁散班 他会尽力的 再说他对你一片痴心 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被飞山炮 你就这么肯定 当然 如果这次我们失败了 整个铜锣寨都会完蛋 飞山炮也许会留些人 但是当家的 和四两八柱都留不下 他现在的命和我们一样 他必须得保护我 也得保着他自己 这次飞山炮 你有把握吗 飞山炮武艺高强 我们又不能携带武器 那我在现场爸爸吧 不用想了 就算死 我也会拼到底 别老想着死 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 好日子才开始呢 姐 你们俩不用跟着我 保护好嫂子 我没事 是 是 就为了这点草啊 差点把本戳这老腰给弄坏了 找这草干什么呀 是啊 压斩夫人 你说这闹羊草干什么用啊 你别问了 你去休息吧 你去休息吧 小伙子 你跟古妈找个屋子 把这草烘干了 我有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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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哈哈 哎 别删了 把这草原草 放火上烤一烤 烤 烤它干啥呀 别问那么多了 快点 哎 哎 让他们俩留这儿吧 你 其他人 跟我出去吧 哎 你好 干啥呀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出来 哎 干活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神神秘秘点 不用担心 我爹跟我说过 粮吃白草 唯独不吃闹羊草 知道为什么吗 江湖传说 蒙汉药里 就有闹羊草 哦 小伙子他们试试试 嘘 我们先走吧 有他们俩在这看着就行 行 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们 好 香啊 嗯 嗯 这味道真好吗 这啥东西这么香啊 我我头有点晕 啊 是吗 我头有点晕 啊 我头有点晕 啊 啊 哥 哥 这是真晕哪 我头 大哥太太老李还好吗 他还好 沈家门没有为难他 我也奇怪了 这个沈家门 没有想象中那么坏 还不坏 她来缴了我们多少年了 她是民团团长 缴匪去她的阵势 姐姐 那个小虎子他们倒了 赶紧抬出来 小虎子 小虎子 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华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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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郎家的 这响孔山派人送聘礼来了 他们不是真的送聘礼 是来探个虚实 非山豹是想看看 我们是不是真的想把你嫁给你 赵源计划 出门迎客 佬爷 师爷 怎么不打个招呼 我下山见你们去 你那边下得去 压代夫人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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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 真不错 你们来了 我这儿才能比双规 来呀兄弟们把东西抬上来 都抬上来 哎呀 哎呀 大当家的 真是出牌的村里堂皇 不错 当然了 非山豹大当家 跟我们三妹喜结连礼 我们这是娘家嘛 肯定得扑呗扑呗 能够带花燕吧 哈哈哈哈 好哈哈 只要铜锣山的兄弟们 很佩服我们大当家的 那咱们以后肯定一会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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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晚开一面 保全了我们铜锣寨 我们这百姿号兄弟 都心服口服啊 哈哈哈哈 哎二位 爷 坐吧 坐 哈哈哈哈 唱 啊 喝茶 哎 哎 小妹妹 那个送信的时候 你回去吗 啊 嗯 她是一个丫头 身份低下 她就不去了吧 老天 你说咱干柳子的 哪有什么吓人不吓人的 让她去 嘿嘿再说了 那个 鸭在夫人身边 也不可能没一个贴身丫鬟 你说是不是 嘿嘿嘿 哈哈哈哈 那 三妹 师爷都这么说了 要么你把丫头也带上 第二个的安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都说 这个香雪海是个女魔头 你老夫看 哈哈 就是大家闺秀 也未必能比得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我们大能家呢 真是有福气啊 哈哈哈哈 有福 哎 哎 二位 你们来是 什么事来着 哎呦 你看我这个脑子 哈哈 把正事都忘了 哈哈哈哈 这是啊 这是啊 我们大当家的一点心意 啊 请鸭在夫人向那 哈哈 好 收下 哎 二位 你们大当家的 还有什么吩咐吗 吩咐倒是没有 大当家的说 只能带二十个 并且 能带枪 哈哈 二十个人怕不够吧 我们这边 嫁妆也不少啊 啊 行了行了 只要不带武器 多带几个人 也没问题 我们能招务得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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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一班爸爸妈妈妈 都给扣了 对 现在同学寨都乱了套了 好 好 去 马上我山三炮给我放了 你 你这不是放火归山吗 他就是要放他回去 他现在回去 能饶得着飞山豹吗 是 我吃你炮 我吃你炮 老爷 司令好像把颤三炮放出去了 那好啊 这样他们就不会来找我的麻烦了 你看你毛鼠毛脚的 你看你毛鼠毛脚的 你家都断过了 你在你们家就这样的 是 还有 这是怎么了三妹 你 怎么哭了 你看你不想伺候老爷 没必要砸杯子呀 这杯子挺贵的 老爷 我再去给您漆杯茶啊 那是小宝懂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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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fant 你听我跟你说 不是 司令真的把十三包给放了 你进去也没有人 在这里很脏的 你走吧好不好 是不是没有 没有吧 你走吧好不好 陈刀炮 你看没有吧 没有吧 我跟你说 司令肯定答应绝对给你报仇 但是我们现在把十三包放走了 是有目的的 我们有大的计划 但是我们 不是二狗 少奶奶 不是 沈干嘛 你被警方了 他们 为什么要骗我 你们两个出去 是 你们 先别激动 听我慢慢跟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 你就是在骗我 你把我骗到手 你先把他放了 你什么意思 我说了 要替你报仇 杀了十三包 就一定会杀了 那你杀呀 现在就杀 现在就杀 沈家门 沈家门 你为什么放了十三包 你要是不敢杀他 你把枪换我 我杀 你杀 你杀得了他吗 给你把枪 你上山杀他 还是他杀你啊 还是他杀你啊 告诉你 天舍 别再跟我打罐 这件事 我自有安排 因为 我是你爷们儿 我答应我替你 到处杀了陈三包 我就一定要杀了他 但不是现在 大哥 大哥 我们回来 师爷 老三 两幸苦了 我再交一下兄弟们摆酒 大哥 酒精杯吧 这次啊 我去通螺山 跟小吊打压了 怎么了 看来呀 这铁散盘 是真幸福了 童螺山上上下下 张文杰彩 来 嫁闺你了 好 您是不知道的 自从陈三包被抓了以后 那童螺山就乱套了 现在我们又能投奔到您的手下 那是大喜事啊 再说了 沈家门要想奖面我们 那简直是吃人做梦 是不是啊 对 好 这叫十十五六年俱进 好样的 可惜啊 可惜啊 这青蛇白蛇 两大美人 大哥 您却不让他来 哎呀 小弟啊 只能干馋了 兄弟啊 心急吃不了热度 啊 只要他们童螺带的人 成心归宋 这女人 还不全是我们的 啊 谢谢大哥 大哥说得好 大哥 我也看上了一个 还是个丫头 哎 我告诉你吧 这回可不许任何人跟我抢了 哎 哈哈 大哥 你这回 你得杀我 哈哈 还有我呢 哪有份啊 好 都有份 好 谢谢大哥 来 算 好好好 这场辰愿如水 最爱你给的忧伤 放你在我掌心 直到地狱老天荒 盘旋在你心上 犹豫帮了我翅膀 那抹斜阳雨 你住进我的心房 红尘满是一心 逃不掉的宿醉 你在前生许我红尘 寒醉一滴城 我为痴迷海转千灰 黯然神伤 我要带你一起幻想 这一生 只愿为你 亦然红妆 我在你身上 你在前生许我红尘 好醉一场梦 我为痴迷海转千灰 黯然深深 我要带你一起幻想 这一生只愿为你 依然梦想